1969年7月21日 當這隻阿波羅11號 在月球表面 第一次 登錄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Moon Watch 在這幾十年來照耀整個標譚 無論你喜不喜歡手錶也好 又或者 你 收不收藏這個系列也好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這個名字 或者擁有過 這隻是90年代的阿波羅11 Limited 如果看錶面 它完全沒有什麼特色 又是Moon Watch的樣式 不過 一個美麗的錶底 就有一個立體的 鷹的進黑 阿波羅11號的 Icon 寫明 登錄的時候 當年出品的時候 Limited 9999 隻 大家覺得它瘋狂 一萬隻不是Limited 也在市場上 現在已經消息匿跡 大把Moon Watch 被人炒 價錢 飛升 現在是不是一隻Limited 也要四五萬元 這隻限量版 你有沒有想過 在市場裡面 就不見了 但是很多人 如果你是對 Omega有認識 都可能會聽過 這個那麼特多的 飛 限量版 但是又好像不限量的數量 Moon Watch 始終是一代經典的 現在大家就算看 一隻 我不要說它平平無奇 一隻 都有 有不少歷史的手錶 到現在的樣式 都是一樣 亦都是很多玩家 都曾經玩過的 21,6吋的 Mania 861 Movement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說 當然很優質 但又非常之 有一種機械感 即是 即是機械感 就很強 無論是 Aon 停 Reset 現在有 Omega 9300的機心 有 陶瓷的殼 但是 我始終覺得 Moon Watch 永無梯代 因為它有一個 深厚的 手錶歷史 多謝大家